一些Corey里面的一些特殊效果 类似于什么呢 动画的一些效果 那么动画的话是后面会讲到 这个特殊效果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一些约定的 一些固化的一些动画 实际上它最重要的原理 还是靠什么动画来实现的 好 比如说这里面有什么效果呢 比如说有个代入代出 比如说Fade in和Fade out 然后这两个效果的话怎么样呢 可以什么呢 可以切换成Fade toggle 那么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切换 好 那么还有什么呢 height和show 这个是显示和隐藏 那么用toggle 是吧 还有个slide down和slide up 是干嘛的 就是这个是向下展开 和向上什么卷起来 是吧 好 那么来演示一下 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 是吧 实际上就是选择一个元素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写一个Fade 是吧 Fade啊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特殊效果 好 特殊效果 好 特殊效果的话我们一般是给什么元素做的 是吧 元素做的比如说这里拿一个box吧 好 这样一个元素是吧 这个元素的话我们给它一些样式 比如说先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宽和高 是吧 这个样式要写在这个head里面 记得啊 写在head里面 这个样式的话那么就是比如说这个box 这个box它的宽假如说是 宽啊 宽是什么呢 300吧 给大一点啊 好 高也是300 300px 然后背景色给它拿个gold 是吧 好 这样一个盒子吧 这个盒子我来做它的一些效果啊 那么的话先把GS引进来 是吧 GS引进来啊 然后是src等于这个 G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jecorine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的话 带来写我们的GS需要另开一个screw标签 是吧 好 同样的我要获取它吧 获取它怎么样呢 先写个ready吧 ready啊 好 多了function 是吧 然后是什么呢 好 这么写啊 好 然后如果说我想直接做它的效果 是吧 我不想存的话是怎么样呢 可以直接什么呢 直接的写它效果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是干嘛 我想什么呢 通过一个按钮来控制它啊 通过按钮 比如说我点击一个按钮 然后它有效果啊 那我这里面再放个按钮啊 比如说再放个按钮 input button 是吧 button button 然后这个什么呢 value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 呃 变化吧 这个是 这是动画是吧 好 这个id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btn 是吧 btn 好 那么的话首先把这两个获取到是吧 获取到啊 好 假如说我就想直接 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的话 然后给它动画 是吧 给它动画啊 好 那么我可以直接写 是吧 多了什么呢 这个 警号是吧 btn 是吧 然后什么 click的时候是吧 click的时候啊 click的时候啊 click的时候 然后小货号是吧 里面来个地名凡数啊 vancation 然后是 方法是吧 好 然后的话里面干嘛呢 就是这个 让这个盒子怎么样 有一个效果是吧 那么最起码的效果就是什么呢 有一个这个fade in和fade out 是吧 好 那么fade in的话是什么 是弹入就是出现 是吧 弹入实际上就是出现 弹出的话就是消失 是这样的啊 消失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做一个 弹出的效果是吧 弹出的效果啊 比如说拿一个这个 直接选它吧 比如说这个选它啊 这个点拨个死 是不是选成它呢 选它啊 然后是拿一个什么呢 fade out 这是弹出啊 fade out 弹出啊 好是这么写吧 fade out 好 弹出 好看一下啊 弹出是什么 好 那么这一个按钮吧 是吧 点它就是它会弹出吧 是吧 好 点一下 这就弹出了是吧 就消失了是吧 好 再看一下啊 好 弹出是这样的啊 就消失了啊 好 那么的话 呃 这是弹出啊 如果弹入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默认的是隐藏的啊 默认是隐藏的啊 比如说它默认隐藏 我给它一个样式吧 比如说这个哪个display 来个什么lan 默认是隐藏的吧 是吧 隐藏的话 那么就来一个fade in 是吧 fade in 那就是弹入吧 fade in 弹入啊 好 那么默认是什么意思呢 默认就是它没有是吧 没有啊 然后点这个动画 是不是显示啊 就是弹入啊 弹入 好 那么弹入弹出的话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可以把它合并成一个什么呢 就是弹入弹出的效果是吧 比如说点一下就弹入 点一下就弹出 是这样的啊 可以合并成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呢 合并成这样一个效果 可以怎么合并呢 就是用这个fade toggle 就可以合并弹入和弹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点一下它就弹入 点一下就弹出 是这样子了 是吧 好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什么 写fade toggle啊 好 那么fade toggle之前呢 我们还来说一下 那么这个什么 弹入弹出这种效果实际上怎么样呢 还有什么呢 它有什么回调的啊 回调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它里面还有些参数啊 什么参数啊 比如说这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什么呢 就是它的时间 就是多少时间弹入 或者多少时间弹出啊 然后的话是这个运动曲线是什么样的 你是缓冲运动还是匀速是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 回调函数啊 这个是蛮有用的啊 就是说 你动画完了之后你要干嘛 是这样子啊 比如说我们来写一下吧 比如说这个的话 这里面可以加参数 比如说是拿一个一千是吧 这是一秒钟吗 一秒钟啊 一秒钟 然后后面跟一个什么呢 跟一个这个什么 这个运动曲线啊 默认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swim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应该是缓冲运动啊 这个参数可以可写可不写 可不写的话 不写的话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缓冲运动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调函数啊 好 回调函数是什么 翻个旋是吧 一个回调函数啊 也是一个什么呢 匿名函数 是吧 这个匿名函数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 在动画完成的时候怎么样呢 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弹出一个什么呢 弹出一个什么 动画完了是吧 动画完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看一下啊 好 这么写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 那么比如说点击这个动画 它是不是什么呢 出来了吧 然后弹出动画完了吧 是吧 这样子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回调啊 是吧 那么有时候我们动画完了之后 肯定会做其他事情 那么你把其他事情写在这里就行了 是吧 写在这里面就行了 是吧 比如说要做一个 做一个连续的动画 比如说我这个动画完的时候 我要做其他的一个动画 我就可以把这个语句 是不是写在这里面呢 啊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Fade in和Fade out 是吧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把这个什么呢 换成那个Fade Toggle 是吧 Fade Toggle啊 就是Toggle是什么啊 我们这个只是大一方面的运动吧 一个是出现 一个是消失 是吧 如果是用Fade Toggle的话 那么一样的是吧 比如说我把这个改一下啊 改成什么呢 Fade Toggle Fade Toggle T-O-G-G-L-E 是吧 Fade Toggle 好那么的话这个怎么样 把它注掉啊 这个时候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它可以 它可以反复的 是吧 切换 什么显示和什么隐藏吧 这个T音大写啊 好 T 怎么回事啊 好 这是Fade Toggle啊 是吧 Fade Toggle的话怎么样呢 它也有什么时间嘛 回调嘛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 来栓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栓一下啊 那么先是什么呢 显示吧 好 动画完了啊 好我再点一下怎么样 是不是隐藏了 又动画完了吧 是吧 好 如果说你想做这种效果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用Fade Toggle啊 Fade Toggle啊 好 好 这是关于写色和隐藏啊 好 那么其他的这个动画 实际上也一样了啊 其他动画比如说这个是 隐藏元素和写色元素啊 跟它有一点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什么呢 就是直接的写色和隐藏 是吧 好 那么比如说我把这个注掉是吧 注掉来写一下 比如说这个 然后我也不写回调了啊 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是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多了什么呢 秀吧 这显示吧 是吧 显示啊 秀 是吧 秀就是炫耀显示的意思 是吧 秀 显示啊 好 这个双信仰它默认是隐藏的 是吧 好 点击是吧 显示吧 是吧 这就是什么 Display Block和Line的切换 是这样的啊 没有什么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啊 好 再来个Hide就是隐藏吧 然后再来个什么 Toggle就是显示和隐藏吧 是吧 好 比如说再来个Toggle Ggle 是吧 就是秀和什么Hide的显示和切换 好 这个的话就是 看一下啊 那么就是 点一下什么 显示 点一下隐藏吧 点一下显示啊 点一下隐藏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啊 好 这个效果的话就是 也也经常用 是吧 我们 对元素进行显示和隐藏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这个函数吧 可以直接用什么呢 什么 什么 什么秀或者Hide是吧 好 多了什么呢 我来复制一个吧 好 复制一个是这个什么呢 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秀是吧 秀啊 好 注意一下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效果 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slide down和slide up 这个的话还什么呢 可以做一个效果 就是这个菜单展开和收收的时候可以做啊 比如slide down的话是向下展开 是吧 slide up的话是向上卷起来 是吧 比如说再来一个啊 slide down 把这个字也注掉啊 比如说这个dollar box 给它拿一个slide down 它默认是隐藏的吧 这个我默认把它隐藏起来的啊 默认是lang是吧 隐藏啊 好 比如说来一个slide down slide down 这样子是吧 slide down slide down 好 slide down的话就是什么呢 向下展开是吧 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之后 然后是点击是吧 点击是不是向下展开呀 是吧 它是这样 从这样子是吧 好像就是在高度上做动画了是吧 好 再点一下我想把它卷起来 是吧 应该是写什么 slide up吧 slide up啊 然后呢 这两个切换的话准备呢 就是用slide toggle吧 slide toggle啊 比如说我想切换它啊 比如说来一个dollar什么呢 这个 这么点bob是吧 哪一个什么呢 slide toggle 是吧 p-o-g-g-l-e tug 是吧 slide toggle 好 这个时候怎么呢 就是可以什么 就是切换这两种吧 比如说 其实 这个是 下拉是吧 好 再卷起来 是这样的啊 下拉啊 卷起来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动画的制作是吧 动画的制作啊 就是这几种效果啊 这种效果还是比较常用的啊 这种效果还是比较常用的啊 这种效果还是比较常用的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这个效果还是应该不是太麻烦 主要是这个回调有一点有一点点是吧 有点的麻烦是吧 就是如果你动画想做一个回调的话 可以什么呢 写一个方个选吧 是吧 写一个方个选的啊 在这个小括号里面加个回调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再做一个回调吧 比如说这个 是吧 这个 拿一个 这个是一千毫秒 是吧 就是一秒钟 是吧 来个方个选 是吧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好 好像它不能切换显示和影 切换一些显示的效果是吧 比如说我想 上去的时候 显示什么呢 就是卷起来了 向上或者向下是吧 它每次都毁掉一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毁掉一个啊 好 比如说这个是 好 动画完了是吧 好 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是吧 跟刚才一样的啊 好 来刷新一下 那么是点点它是吧 动画完了是吧 然后再点什么呢 就上去 然后显示动画完了是吧 这是它的回调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三个 这三种什么呢 三种这种特殊效果啊 这种特殊效果的话 应该是属于我们后面的这个 接口里动画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集成的 一个固定的模式啊 后面我们会讲到动画的 就是有很多种这个 这种动画可以自己定义的啊 这个是什么 一些集成的效果啊 后面我们会说到什么呢 这个动画啊 会说到动画啊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的话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这个特殊效果说完了啊 说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有些东西啊 看一下啊 不过 有些东西啊 有些东西啊 有些东西啊